9月12日 《大话西游3》穿越时空主题发布会在今举办 导演刘振伟携韩庚 谢南 张瑶 胡靖等一众主创 悉数亮相 作为无数80后90后观众心中的经典之作 《大话西游3》无一让大家抱有很高期待 而影片中至尊宝的扮演者韩庚 也难免会被拿来与周星驰板做比较 因为一和二对我们大家心里面 就印象特别深 以前的至尊宝会怎么样 现在拍的时候过程中 你都会有一些印象在里面 会时不时暴露出 去学一下至尊宝的那种动作 说话的语气 但每次都稍微有一点 导演都会 咔 不对 不对 所以这次是韩庚女来演 那么不知道这次演出了自己风格的至尊宝 在戏中对待爱情时又是怎样咧 是个暖男 大暖男 他对紫霞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百的事情 很专一的 我们在一起三大演员 像张瑶张超 或者他们一直都说我 这个演完猴子就人都不好 发布会当天 紫霞的扮演者唐嫣 因拍戏未能到场 而提起这位戏中的爱人 韩庚泽之言 开机时根本不敢和她说话 我们是第一次合作 对 但一直以为我觉得唐嫣是一个很高冷的一个女孩 高冷的女孩 不敢去接近的一个女孩 甚至在开机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都没有跟她说一句话 因为我不敢 不敢 我觉得她会 会绝我 所以没想到在拍戏的过程中呢 我们合作得又非常愉快 就很快就融入我们的一个集体 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没想到她是这样一个唐嫣 又学一乐 北京报道